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7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之后 募款账户是每天涌入满满的爱心 截至16号的下午 总募得的款项高达了9.8亿元 已经相当接近目标的10亿元 而其中海外捐款又是以日本为最多 而另外天王星大楼的拆除 进度也已经进入尾声 除了是受困动物陆续的被救出 周边的道路管线也都在重建当中 预计也将会在18号部分的路段 就能够解除交管开放通行 请募红布条大大写着花莲加油 外界同心一起为花莲祈福 4月3日早上发生瑞士规模7.2强震 为921后最大规模的地震 全台灾情不断 但是地震的募款账户 每日涌入的爱心也从不间断 正在基金会公告花莲地震募款账户 截至16号下午 总计募的款项将近10亿元 而来自海外的捐款又以日本举款 其次则是香港和美国 怪手持续作业 目前天王星大楼的拆除进度 已经进入尾声 受困大楼的猫咪和鸡之也陆续获救 拆除工人也向地震的罹难者致意 希望他们能够安息 天王星的拆除作业 今天到了最后一个步骤 在收尾的时候 我们的工班 向我们的离难者康老师 做一个自来的动作 天王星拆除作业的负责人表示 大楼的拆除状况相当困难 是靠加入钢粮避免大楼继续倾斜 才能够继续作业 目前周边的道路管线也正在重建中 预计18号就能够解除浇管开放通行 它房子本身倾斜二十几度 需要钢粮来支撑 在拆除的过程中非常多的余震 它不断的倾斜 我们透过监测 去了解它的倾斜的动作 强震重创花莲 但修复的力量不曾停歇 正在基金会仍持续募款 一直到原定的日期5月3日期慢 希望全台同心一起陪伴灾民 度过艰困时期 记者丢聘程 徐迪琴 欢迎报导